我们知道他脑部有病变 所以脑部病变的发展可快可慢 也会压迫到不同的环节 那这个部分就是透过我们 及时的各种资讯的回馈 看看我们在当下 能不能够多做一些什么 那很显然我想目前我们能采取的方式 应该是对团团相对是比较 符合他动物福祉的一个思考 从11月17号他有发作 到凌晨有发作四次 然后昨天有发作三次左右 那这部分其实这我们都有 及时跟陆方专家做回馈 因为从8月23 8月331 其实中间一度 动物的状况是还不错 那在这次近期这两次 11月17日 10月18日 10月19日发生的状况 我们有跟陆方这边保持联系 他们都是清楚的 他们也清楚我们目前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这部分的资讯 交流都是畅通的 大家都会想象说 大陆方面可能照样猫熊的个体数啊 过去碰到的案例 毕竟是比较多 所以有没有办法提供更新颖的 或者新的一些思维 那我想这些讨论 其实都已经讨论过 那只是说 没有人能预料到团团 什么时候像昨天到今天 癫痫又重新复发 或者复发的一个严重程度密集度 这个是不可能在事先就可以去 冰棋推演出来 因为动物尤其是团团 我们知道它脑部有病变 所以脑部病变的发展可快可慢 也会压迫到不同的环节 那这个部分就是透过我们 及时的各种资讯的回馈 看看我们在当下 能不能够多做一些什么 那很显然我想目前我们能采取的方式 应该是对团团相对是比较 符合它动物福祉的一个思考 团团园园园来到台湾 对于我们在照养动物的专业上 是有积极的注意 那在对于台湾民众 我们很多甚至现在的年轻一辈的伙伴 可能在成长的过程 或者大家很辛苦的阶段 因为团园园园园来到 也能够至少生活上有一些慰藉 所以这么重要的一个 对动物园的工作有贡献的动物 我想我们会很努力的 但是当然也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会整理团团从小到大 等等的各种资讯 那能够让大家做一些回顾 同时也可以让很多关心团团 甚至团团一家的粉丝们 能够发表一点想法 基本上就是包括兽医 包括区馆长 包括第一线的保育员 大家都有权利提出说 是不是让团团沉睡以后 能够符合它的动物福祉 但是提出这样的意见之后 必须要有相关的科学资讯 所以刚刚大家 包括在新闻网里面看到一点 或者是提问的时候 我们的兽医主任有补充说明 都是这个项目 所以大家可以有各种的提议 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尝试这个 可不可以尝试那个 那这个方式是不是合理 等等 那只要能对它有帮助 我们一定会去做思考 可是现在碰到的一个困难就是 不管我们多努力 那团团要能够恢复 比较自在生活的几率是几乎趋近于你 所以我们必须要也要做出一个 痛苦的决定就是这样子 我们会知道对方 但是这个有时候有些决定是 非常时间上是有非常压力的 那也许路方可能他们有各个不同的层面 他们也需要很长的时间讨论 可是很不幸的这个 要协助团团符合动物福祉的 这个决策时间不站在我们这一边 αυτό 竹西洋 脊银 carries 叛流 去 坐 棉